别说 这白石堂家的主意 是真不赖呢 我是瞧着 这孩子聪明得很呢 将士也是笑眯了眼睛 老二听了这话 不是也赞不绝口 说是要回去 给他们那县太爷 提一提这桩事嘛 这也算是帮了 咱家老二一个忙了 要不然老二做个主部 不容易出政绩 税收得少了 却要担责 老二这事 若是做得好 也能得个奖赏 这些年 太后和皇上 一直都注重这些事 这也算是投其所好 我们这县太爷 心里头也是有分寸的 不会亏大了老二去 不过也亏了你 把这事说得跟真的似的 听得我都要信了的 嗨 就村子里头那些妇人 都不用说得跟真的一样 人家也能传得神乎其神的 正是提及这事 还是有些无奈的想服额 说起来 他也不过是提及了 自己一个远房侄女 嫁给了一个县城的教书先生 日子过得十分的顺心 至于剩下的那个 一年赚一百两 往后又当官老爷 贤城比老二还要好的话 他是没有说的 都是被那些人传来传去 天牛家做出来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由着他们去就是了 我们这 等着过了十五 这祖学开课的时候 就该有人寻上门来了 到时候就看有多少了 多多少少的 只要有 这事儿就算是办成了 其他的慢慢来就是了 这事儿 白石唐家给出的主意 你也寻思寻思 看给白石唐家送点啥 不能说回头 咱占了这名 就一点也不承诺 总归不好看 这事儿你就放心吧 这不 老二这回带了点牛肉回来 我早早的就给他家送去了一块儿呢 对了 千千你说要帮着任苏氏 寻个能上门的女婿 咋样了 可跟苏氏透了个信了 没呢 我寻思着 等寻着何事人了 再跟他提一句 看他愿不愿意 这要是没寻着 就直接跟人说 也没法张口 到底是在家 没个人影的 就这么劝着 显得人家在家待不住 非得找个爷们呢 啊 是这么回事儿啊 反正你操着点心吧 要是有好的 跟人家说一说 也算是帮衬一下他家里头 放心吧 我心里头有数 正是笑着答应了下来 过年这几日 初一拜年 初二到初七 都是走亲戚的日子